嘿大家好,我是宇墨 好久不见了,各位 我由于工作原因出了一趟远门 因为我平时用这种历史的麦克风录节目很大 没有办法携带 所以说出差期间就一直没能录节目 跟大家一起聊聊最近的新闻 宇墨也才做这个频道几个月 完全是没有经验 这回有经验了 假如说以后不管是工作出差 还是自家旅游 我现在也在亚马逊上奥着了一个 可以夹在领子上的小的麦克风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随时 不管是在哪都会跟大家看看大山 聊聊天 这段时间有很多我的频道的网友给我留言 问我最近怎么不出节目了 我很感谢 因为我这个频道我自己知道 做的还是比较小众的 关注量也不是很高 但是有一些朋友像威廉姆海 三的Map 背板 MJ Johnny 还有一个叫钟浩的这位朋友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 可能有时候我们的立场 或者是观点不同 但是宇墨至少会要求自己 尽量讲述真实的新闻 虽然辨别能力有限 但是至少我会给自己设置一个底线 就是陈述事实 讲出我的观点 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承蒙各位的厚爱 宇墨在做这个频道大概三个月的时候 就被YouTube的频道批准盈利了 如果大家想做频道 只要你有1000个订阅量 就是粉丝达到1000个 然后4000个小时的观看量 就是大家看你的视频的后台都会记录 每个人看一个视频的时长 最后累计到4000个小时 YouTube就会给你开通一个广告的获利 宇墨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就达标了 也算是小有成就感吧 但是就在宇墨在外周这段时间 YouTube把我的盈利资格给取消了 原因是我用了很多搬运的视频 可能大家还记得 尤其是在北京冬奥会期间 我确实搬运了一些视频 大家还记得奥运会开幕式的暖场视频 虽然我把里边设计到版权的歌曲 全部都给剪掉了 但是因为这个频道被取消了盈利 现在YouTube给我一个月时间的整改期 我就把之前的一些搬运视频删除掉了 在次月份YouTube给我一次重新申请获利的机会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所以各位如果想做频道的话 尽量不要搬运视频 或者你搬运的视频 一一定不要涉及到版权 二一定要进行大量的修改或者是改进 我有时间会跟大家分享 分享我做频道的一些有趣的过程和想法 我也会鼓励大家可以做自己专属的频道 挺有意思的 也会小有成就感 好了废话太多了 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东西呢 我想还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这个俄乌战争的新闻吧 大家看到我这个标题呢 俄罗斯败局已定 普京呢 已经走向绝路 这是我宇默最新的一个判断和预测吧 如果我们大家最近一直关注俄乌战争的新闻的话 你们会发现 俄罗斯军队呢 在这个乌克兰确实碰到了这个铁板 各条战线呢 基本上停滞补填 乌克兰几个重要的大城市 好像只有一个城市被攻陷了 其余的一个都没有能拿下来 而且呢 通过最近的这个新闻来看呢 给予莫的一个感觉是呢 前线的俄罗斯军队的这个士兵呢 似乎有点消极待战 而且呢 根据报道的 已经有五个俄罗斯的将军在这次侵略战争中 被乌克兰军队击毙了 我们都知道 一般军队都会在后方 这个将军呢 都会在这个后方做指挥 仅仅三周的时间呢 俄罗斯就损失了五元大将 可见这场这个俄罗斯发起的侵略战争 打的是有多艰难 可以肯定的是呢 普京想通过闪电战的形式 拿下乌克兰的计划是完全泡汤了 而且正如雨莫之前做的视频里呢 预测 普京如果对这个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 肯定会陷入战争泥潭 雨莫当时给出的理由是呢 现在这个现代的这个战争 打的是后勤补给 打的是钱 俄罗斯这个经济呢 根本支撑不了这样一场战争 其次呢 我们要知道乌克兰领土面积呢 可是这个全欧洲第二大的 而且乌克兰也不是个小国 你俄罗斯打车臣 哥鲁吉亚 这两个小国呢 其实都都是非常这个艰难的才拿下 其实也算是惨胜吧 而且俄罗斯军队在历史上来看呢 这个向来就有这个后勤补给的这个缺陷 这是由于俄罗斯这个国家地理决定的 因为俄罗斯身处寒带嘛 这个国家轻工也就不行 所以一到打仗后勤补给呢 一直是俄罗斯军队的一个大问题 乌克兰这么大的 那战线必然会拉得很长 你又不敢明抢这个乌克兰老百姓的口粮和财务 对吧 那你肯定会陷入这场战争的泥潭的 结果不出意料啊 应验了吧 真的就陷进去了 只是宇默当时判断这个普京应该不傻 肯定不会发动这个战争的 但现在来看呢 证明这个普京还是挺傻的 宇默呢 还真是高估他了啊 再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普京想用17万的军队 就想拿下乌克兰也是不现实的 而且宇默认为呢 这个俄罗斯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 最多呢 最多也就这么多的士兵了 或许说啊 不能超过20万这个军队吧 不可能再多了 有消息称呢 普京要从这个远东地区调部队到乌克兰前线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那普京刚刚这个下令要调动远东的部队 日本呢 就在国会呢 开始探讨要收回俄罗斯占领的北方四岛的问题 那就说明啊 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普京再调动国内的军队到前线的话 这个俄罗斯的大后方 也会出现问题的 所以说呢 最近俄罗斯这边也开始放出消息 要征招这个所谓的国际志愿军 只可惜现在来看呢 没有几个国家愿意汤这条这个浑水的 那之前呢 有报道说呢 俄罗斯这个要求哈萨克斯坦的帮助出兵 那被哈萨克斯坦总统呢 直接就给拒绝了 那白俄罗斯现在是出没出兵呢 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准确的新闻 前期说会出兵 后期又否认自己会出兵 所以现在对于普京来说呢 俄罗斯现在已经是无凭可出了 就这么多人了 所以说呢 为什么这些天最新的这个战况都是这个 俄罗斯军队呢 没有什么进展 战线推进的非常缓慢 而且呢 这个 而且 而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 似乎无论是在这个军队还是百姓上呢 这个市企都比较高涨 这场这个保家卫国的战争呢 算是成就了泽连斯基这个所谓的演员总统吧 当初所有人都看走了眼 而且呢 当普京下令发动战争的时候呢 美国都已经发话 会派这个军机呢 到基辅把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 救走 在海外建立乌克兰的流亡政府 但是没想到这个泽连斯基 断然的拒绝了 并且说出了那句名言 我现在需要的是弹药 不是直升飞机 对吧 正是这个泽连斯基丘吉尔般的这个强硬 造就了西方世界的这个空间团结 甚至是德国 甚至德国都马上的改变了立场 全力支持了乌克兰的这场保卫战 全世界呢 大部分国家都用各种渠道呢 在这个制裁俄罗斯 尤其在这个银行结算系统上 直接把这个俄罗斯直接给踢走了 这对俄罗斯经济打击是巨大的 可以说是20年都难以恢复 普京这回完全是踢到了这个铁板上 陷到了这个泥潭里了 难以抽身了 就像雨漠之前做的一期这个视频里讲到 普京发动这场战争呢 只能证明他疯了 目前呢 普京是希望通过与乌克兰的和谈呢 赶紧的结束这场战争 那雨漠看到新闻呢 普京是希望这个通过土耳其呢 做这个中间人呢 与这个乌克兰进行和谈 但雨漠个人认为和谈的可能性并不大 首先呢 普京是为了面子 不可能在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的问题上进行让步 如果让步了 普京算是彻底输了 俄罗斯国内的反对势力会借此呢 试图把这个普京呢 搞下台 而雨漠判断呢 乌克兰大概率会通过这个 大概率是会通过这个谈判的来拖延时间 让美国和北约的军备呢 快速的进入到乌克兰 来给这个俄罗斯军队的最后一击 所以我判断这段 这场战争短期内很难能结束 那普京为了找这个台阶下呢 还会继续攻击乌克兰的首都 吉普来增加这个谈判的筹码 然后逼着乌克兰投降 赶紧脱身 但是呢 乌克兰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就很难说了 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要关注这个乌克兰基辅的 这个保卫战 以俄罗斯军队目前的士气 如果不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很难能拿下基辅 肯定要进行这个巷战了 我们都知道巷战一般都是一手难攻的 再加上这个美国的和北约提供的 这个类似标枪这个反坦克导弹 还有这个弹簧精确制导的无人机 我们都知道这场战争中 俄罗斯军队的武器有多么的落后 一旦发生巷战 坦克进去了就很难能出来了 那俄罗斯士兵肯定伤亡是巨大的 俄罗斯士兵到底有没有勇气打进去呢 这个真的就不好说了 语莫判断俄罗斯军队反水的可能性 也会 也会是有的 甚至有可能很大的 我看国内很多小粉红说 俄罗斯军队不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是仁义之士 那你真是啥也不懂了 对吧 现代战争一旦用了大规模杀枪性武器 造成老百姓的大规模伤亡 国际上会马上认定 普京为反人类的战争罪犯的 到时候所有的俄罗斯的盟友 都不敢支持俄罗斯这场露侵战争的 这跟人意不人意没有任何关系 更何况呢 如果俄罗斯以这样的手段 拿下乌克兰 那乌克兰老百姓会非常仇恨俄罗斯人 那普京打这场战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段时间呢 雨漠看到很多国内的社交媒体 大家都分成两派在争论 普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正义的 还是非正义的 雨漠首先呢 表明观点 普京发动的这场战争 绝对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因为乌克兰是在联合国宪章下 承认的具有这个拥有这个独立主权的国家 你对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进行全面战争 就是一种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必须谴责 如果判断这场战争是正义的 还是非正义的 雨漠呢 在这个抖音上呢 看到一条非常有趣的评论啊 有人把这个俄乌战争类比于 当年日本的入侵 清华战争 底下有人回复到了 现在是 现代这个时代变了 已经不叫这个清华战争了 现在叫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然后给了一个哭笑的笑脸 那各位 如果你认为当年日本全面清华战争 不是侵略战争 而是正义的特别 正义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话 那你就可以认为 这个俄罗斯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正义的 但是雨漠认为 当年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 所以雨漠认为 普京发动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通过最近的新闻呢 雨漠也发现了 北约呢 在这场战争中呢 也悄悄的发生了改变 最近新闻啊 这个拜登将会亲自到访 访问这个欧洲举行这个北约峰会 雨漠个人认为啊 北约已经嗅到了俄罗斯的这场战争 已经失败了 而且并且呢 这个慢慢的走向死亡 我想这个时候 拜登召集北约国家进行峰会 是否会考虑 这个北约是否 会直接进场 把这个奄奄一息的 这个俄罗斯直接给打垮 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通过这场战争呢 所有人都发现了 俄罗斯并不像这个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甚至作战方法呢 依然沿用的二战时期的这个打法 并且呢 这个军事装备呢 也非常落后 并且呢 在这个信息战上呢 完全处于下风 这样美国和北约呢 看到如此虚弱的这个北级熊啊 这个时候 如果可以把俄罗斯掐死 似乎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而这段时间呢 美国也开始不断的给中国压力 让这个中国必须选边站 如果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呢 美国也会趁机对中国进行严厉的制裁 并且呢 积极斡旋欧洲 孤立中国 我想美国的 我想美国就只有一个目的 这回必须掐死俄罗斯 必须让这个普京下台了 关于中国的态度呢 宇摩克尔认为 中国会继续打太极 但是呢 肯定会坚定的站在俄罗斯的一边 这个是由这个国际格局决定的 如果俄罗斯倒下了 中国将会独自面对西方世界 那这个压力就将会是非常巨大的 甚至政治体制的改革将会无法避免 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呢 这是他们绝对不想看到的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啊 当年这个苏联倒下的时候 中国同样面对这样的问题 但是那个时候呢 似乎中美关系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命约期的时候 中国需要美国的帮助呢 进入到这个WTO 而美国呢 也需要中国的市场 但是不要忘记了 当时中国呢 也不断的向美国保证 我们会不断的加大经济制度的改革 并且呢 不断的对这个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后来大家也都看到了 中国经济确实不断的改革 在美国的帮助下呢 进入到了WTO后呢 中国的经济呢 腾飞 但是呢 政治体制反而更加保守 美国人呢 最近呢 一直都在反思 中国政府承诺的政治体制改革 完全是欺骗了美国 加上了中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习近平提出了这个一带一路 中国制造2025 要跟这个美国呢 白白手腕 争作这个世界的老大 那现在如果俄罗斯倒下了 中国还有机会向美国承诺会政治体制会开放吗 美国人还会上当吗 所以说中国现在没有办法 必须坚定的站在俄罗斯一边 不能让这个俄罗斯倒下 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呢 真是一场考验 我们再分析一下美国哈 余默认为啊 美国还会试图让这场战争呢 继续下去 这对美国的利益是最大化的 首先呢 刚才说过了 这场战争进行的越久 俄罗斯就会垮的越快 其次呢 欧洲发现 俄罗斯依然对欧洲产生这个战略上的威胁 现在欧洲各国呢 尤其是北约国家不断的扩充军备啊 我们看到德国转变的最快的 这国防投入马上超过了这个 百分之二 而这些国家的快速的扩充军备 会让美国的军火商呢 大赚一笔 所以说听我节目的朋友们 你们最近可以关注一下美国的军工股 也会也许会有机会涨啊 俄罗斯呢 最近还最近开始禁止自己国家的小麦出口了 所以说最近这个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说 这个今年也许部分地区呢 会发生这个粮食紧缺 那美国作为农业大国肯定也会受益 随着这个战争的继续呢 美国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欧洲呢 会有大量的美元呢 回流避险 而很多流失海外的这个制造业呢 也会 也有可能回流到这个最安全的这个美国 欧洲盟友呢 因此更加团结的依靠了美国 那这么就可以这么讲吧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呢 确实是最大的赢家啊 好了 这期呢 就聊到这吧 这几天呢 余末还会讲讲普京发动战争 真的是因为北约东扩吗 还有死动记呢 有一期呢 为这个俄斯正义性呢 洗地啊 讲到古巴的导弹危机和这次侵略战争的比较 我会跟大家聊聊 古巴这个导弹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 死动记呢完全是在这儿这个胡说八道啊 好了 就说到这儿吧 希望大家给我点赞留言评论 喜欢我的节目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余末讲新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